推动健康促进等工作一直都是地方卫生局医疗院所和相关志工的重点工作 新竹市卫生局29号特别举办健康促进暨志愿服务年终表扬大会 由市长林志坚亲自颁奖表扬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付出 今天我们特别透过一年一度健康促进暨志愿服务的一个表扬大会 来感谢在卫生保健上给予我们很多协助的 不管是医疗院所诊所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医师或者是护理师或者是药剂师等等 因为有他们的协助有他们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新竹市市民一个安全而且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今年新增健康促进英雄匠评选出三位对卫生保健工作有卓助贡献的人员 分别是澄清药局的韩澄清药师 安善诊所的林小文营养师以及雷嘉瑜护理师 其中韩药师因了解园区的工作性质深入园区提供行动式的戒烟服务 今年戒烟服务599人民众三个月戒烟成功率高达45% 以目前今年的状况一到九月统计的数据大概是一千多人士 那人数的话是六百多人 那成功率的话三个月的戒烟率都五成左右 所以三个月就是他们有抽烟三个月没有抽烟 有人当然压力原因还是会复抽 然后六个月的话都超过 因为规定的指标是25% 我们都超过三成以上 就是说原则上我们的不是人多就好 是我们要的是他是真正没有抽 而且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哪一个时间点接都没关系 重点不在于你什么时候接 重点就在于你接的后面有没有抽 那才是重点 新竹市卫生局表示为了提供民众一个无烟清新干净的生活空间 以及降低吸烟率为目标 卫生局结合辖内58家合约医疗院所 提供专业戒烟咨询 截至今年目前共服务3107人 较104年增加1419人 戒烟成功率也从27.3% 提升将近30%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